记得在你七八岁的时候 我看到你的一篇作文 名字叫《我的爸爸》 你说我的爸爸是警察 我以后也要当警察 像爸爸一样勇敢 我很意外 你那么小 怎么就知道勇敢意味着什么呢 当你真的躺在病床上时 我的心情从来没有这么复杂 我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眼睁睁看你躺着 求老天爷让我儿子活下来 张杰 我要对你说的是 过去 你以我为荣 今后 我永远为你骄傲 假许 你喻傲 你 你想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